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把所有的钱和爱都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 可随着孩子长大 我发现他跟陈川如出一辙 知道我听到孩子管他的白月光叫吗 我和陈川领养的孩子叫陈欣欣 今天是孩子的四岁生日 我在海都院给他办了个极其豪华的大party 陈川开心地将他举过头顶 我笑意盈盈地看着父子俩 一旁的闺蜜惠惠用胳膊肘拐我 看向陈川和儿子 轻轻 你有没有发现他俩长得很像 简直宛若亲生 我点点头 含糊道 好像是吧 可能跟我们在一起生活久了 像一点也正常 说完我也没再多想 张罗着过去切蛋糕 第一块我递给了儿子 陈川伸手接过 再切一块 我看到欣欣老师好像也在隔壁 我带孩子过去给他送块蛋糕 感谢他平时对孩子的照顾 我低头重新又切了一块给他 他拿着蛋糕带着孩子出去了 招呼完在场的朋友 见他俩还没回来 我就出去找 可隔壁包厢根本没人 我隐约感觉到不对 心跳也跟着加速起来 我开始一个个包厢看 终于 在走进最后一间包厢时 我听到了陈川的声音 欣欣叫妈妈 懵懂无知的孩子叫了一声 妈后反应过来 妈妈不是在那边给我过生日吗 这是我老师 手不自觉地把一脚攥紧 我小心翼翼透过包厢门上的小窗 我看到了儿子喊妈的那个女人 就是苏沁 桌上还放着一个小蛋糕 陈川轻抚儿子的头 乖 以后你就知道了 苏沁跪下来 紧紧地抱着儿子 颜尾染上了一层阴晕 眼里全是怜惜 好像欣欣真是他儿子一般 不过仔细看 孩子的确更像苏沁多一些 陈川的手 在儿子看不见的地方 搭在苏沁的后背轻拍着 我望着苏沁那张脸 一阵回忆涌上心头 我和陈川是三年前认识的 他是我初恋 但他在我之前 还有一个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就是苏沁 我知道的 关于苏沁的事情少之又少 只是偶然在他手机上看过一眼 他当场就删了 想着事情都过去了 所以我没在意 我也曾问起他俩分开的原因 陈川只是敷衍地说了句 嫌弃我穷 攀上高之后走了 陈川的家庭的确不是很好 父亲早亡 母亲改嫁 我想这才是苏沁离开他的真正原因 再加上他说他爱慕虚荣 我打心底觉得苏沁失利 相比之下 我比陈川好的太多 爸妈之前经营着一家公司 退休后全部财产都留给我 让我接手经营 他俩退休后经常出去旅游 一次外出的路上突发意外 是陈川救下了他们 那也是我第一次和陈川相遇 没想到很快就互相看对眼了 爸妈也很满意 就办了婚礼 蜜月旅行的路上 我们被人绑架 要一千万的赎金 时间给的是三天 但第二天的时候 绑匪突然恼怒撕票 匕首刺过来时 我下意识挡在陈川前面 原本刺向喉咙的匕首 急转直下 刺到我的小腹 等我醒来 我们已经获救了 但医生说我可能 再也没有当妈的权利了 只是刺中腹部而已 怎么就不能怀孕了 虽然我也有过怀疑 但我确实感觉小腹 偶尔会痛就自动联想到一起去了 陈川跟我说他也不想我生孩子 生孩子太痛了 他见不得我受苦 看着他心疼我的眼神 我相信了他 我对小孩有滤镜 在外面看到可爱小孩 忍不住要去抱一抱 你一捏 于是陈川跟我商量领养一个 我答应了 到了上学的年纪 小男孩比较调皮 经常在学校和其他小朋友起冲突 就叫家长 这方面陈川基本不让我操心 我安心管事业 他管家庭 孩子上幼儿园什么的 都是他在安排 学校有什么事都是他去开会 也都是他和老师沟通处理 我经常听到他和孩子老师打电话 但我以为都是孩子的事 每次陈川也都会处理好 也没太在意 我想在意他也会各种理由婉拒 说我工作辛苦了 孩子的事他操心就好了 我一度觉得他很贴心 很为我着想 直到今天看见苏庆我才明白 可能大多时候他借着关心孩子的名义 和苏庆偷偷联络感情 也有可能从始至终 他们都没有断过 事实证明 我猜对了 晚上回到家后 我借口太累就先洗漱躺下 男人俯身过来 在我头上落下一吻 在我眼前晃了黄手机 今天欣欣老师给他发了生日红包 让我给他买个礼物呢 哪个老师啊 我见过吗 我试探性地询问 他听后迅速翻了个身 那谁 就和他同天生日的班主任 见我还想追问 他立马切换画面 打开橙色软件 在搜索栏输入玩具车 我识相地没再说话 静静地看着他操作 选款付钱一气呵成 他翻身起来 说了句 我发个信息谢谢他老师 转身进了浴室 没多久就听到开门出来的声音 他温热的气息 喷洒在我脸上 低声在耳边 问我睡了吗 老婆 见我呼吸均匀 他放心地拿出手机 开始打字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睡着 而我再也睡不着了 我小心翼翼地起床 拿走他的手机 饶有信心地输入我的生日 却提示密码错误 我不死心地 又输入几遍 还是没解开 我输入儿子的生日 果然打开了 指尖颤抖着点开聊天页面 却发现 备注新兴班主任的聊天记录 没有任何异常 都是聊关于孩子的事情 我悄悄把手机放回原位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看着眼前熟睡的男人 即便证据很少 我仍忍不住心生怀疑 于是我决定主动出击 我要撕开我三年诊编人的真正面具 第二天 我如往常一样去上班 陈川送孩子上学 不过我没有去公司 而是直接去了医院 同时找了私人侦探 跟着陈川 医院的检查结果 让我大吃一惊 医生告诉我说 三年前的受伤 并未影响我的声誉 我只是有些盆腔肌液而已 平时也会导致腹痛 输输液就好了 此时安排跟着陈川的侦探 打来电话 说陈川和孩子 一同进了幼儿园 再也没出来 得到消息后 我看了一眼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幼儿园放学 幼儿园放学很准时 我在不远处的车里紧紧盯着 等所有家长和孩子 都差不多要走光时 陈川才慢慢悠悠出来 跟他一同出现的 除了我儿子 还有苏沁 孩子在中间 两人各在一边牵着孩子 乍一看去 好像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三口 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我按了接听 电话那头 男人温柔低沉的的声音响起 老婆 我接到儿子了 今天学校送了两个小时 游乐园的卷 我带儿子去玩 晚点回家 所有学生都有吗 我压低声音问 我看见他面不改色的回答是 看来撒谎已经不是一次了 所以在他脸上 我看不出有任何心虚的异样 惯犯才会这样吧 以至于我之前都没发觉到异常 脑海中忽然回想起 他的确经常用这样的借口骗我 但我忙于工作和他的信任 所以没有深究 我说了个好就把电话挂断 驱车跟在他们身后 一路直到游乐园 去游乐园玩是真 但却没有出现其他的老师或者同学 我瞬间明白这是陈川为了和苏沁独处而撒的谎言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对陈川的信任也在这一刻崩塌 不过真正让我崩塌的还不止这一件事 他们晚到晚饭时间才回来 陈川若无其事地上前抱我 跟以往一样询问我 工作中有没有遇到什么事 今天累不累 我挤出笑回他说 不累 就是忙了一天 有点想儿子了 准备过去抱孩子 他拦在我面前 抢先一步抱起 拍了拍孩子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说 欣欣在游乐园玩得全身黏黏呼呼的 我先带他去洗澡 然后抱过来 还没等我开口 他急忙将孩子抱进了浴室 反手把门扣上 啊 这么快就开始跟我避嫌了吗 他这一举动 不免又加深我内心的猜想 而且我隐约瞥见了 孩子脸上的口红印 真的不需要我帮忙吗 我站在门口问 你也累了一天了 你先去休息吧老婆 听吧 我只好先去床上等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 他抱着孩子从浴室出来 孩子脸上的口红印已经没有了 他才让我我给孩子吹头发 我提议让他也去洗洗头 沉川摸了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尴尬地扯了个笑 的确是该洗了 不然就可以炒菜了 深夜 孩子在男人怀里熟睡 以往他总是借口 怕孩子吵闹 影响我休息 所以孩子一直都是跟着他睡 这样的画面并不少见 以前我只觉得岁月静好 虽然欣欣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但我把所有的爱 包括我的财产都留给了他 不知为何 今天再看见这一幕 我深深感到 我像是一个局外人 更像是一个冰冷的提款机 因为工作 我陪孩子的时间不算很多 但是只要是关于钱的事 我从来不带一分犹豫 陈川有什么经济上的需要 我也是直接让他去找财务拨款就行 至于花了多少拿去干嘛 我全然不知 在我心里 陈川除了是我的爱人 还是我父母的救命恩人 我和他之间除了爱还有感恩 好像这辈子都割舍不掉这种联系 我也从来没想过 陈川是个心机这么重的男人 我把陈川和孩子的头发 拿去做了DNA比对 但结果显示 欣欣不是他的儿子 我又陷入自我怀疑的死循环 难道真的是我多想了吗 开始怀疑孩子很陈川长得像 可能就是自己的心理作用 但我直觉告诉我 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单 与此同时 财务打来电话说 最近陈川拨了一笔不小的款项出去 由于我给财务放话 只要是陈川 要多少钱都给 所以钱已经被他取走了 经过调查发现 他用这笔钱 给苏沁首付了一套小公寓 我顿觉心灰意冷 在他心里 我当真只是个提款机 不过基于三年的感情 我想我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希望他主动找我坦白 没想到 他却不珍惜这个机会 把心思动到别的事情上面去 这天我熬夜整理工作资料 迷迷糊糊快要睡着时 陈川拿着一打保单过来 说是有朋友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最近有好的产品推荐 他也想替朋友冲冲冲业绩 一个劲在我耳边说 入股不亏 我拿起保单随意看了一眼 大多数都是人生 意外险 且赔付很高 困意瞬间消失 我振作精神问他 真的只是想为朋友冲冲业绩吗 他眯眼笑着 举起我的手 贴在他脸上 你还信不过我吗 爸妈之前的保险 也是我替他们办理的来着 我瞄懂他的意思 一是提醒我 他是我爸妈的救命恩人 二是告诉我 我爸妈都这样信他 我也没必要怀疑 行啊 没问题 我大手一挥 就签了字 他瞬间眼冒星星 拦腰将我抱起 你连老公都不信任 看我今晚不好好惩罚你 完事后 他累得精疲力尽 我试图摇了摇他 他已经沉沉睡过去了 我拿出刚刚签的保单 仔细看了一遍 受益人填的全是他 各种意外基本都有涵盖 假如我真的发生意外 这钱毫无疑问 就稳稳落入他的口袋 陈川 你是多希望我死啊 虽然猜到了他的大概意图 但心还是不可控地痛了一下 我很快清醒过来 既然被我发现了 怎么可能就这样坐以待毙呢 我连夜联系熟人 做了一模一样的保单 受益人全部写成我闺蜜 并且要求 如果他收到赔付 要捐一半出去做慈善 毕竟我也不知道 哪天就真的出意外了 我把保单全部重新签上名 装好放回原位 第二天陈川送完孩子上学 就匆匆去了保险公司 出来后 脸上抑制不住地喜悦 又打电话给什么人 我安排四家侦探跟踪后 发现邮箱一封未读邮件 打开才知道 是调查苏沁背景 以及这些年经历的结果 在看到他三年前 生过一名男婴时 我按鼠标的手正住了 心中一个大胆的想法升起 我反复地安慰自己不可能 手指却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我努力克制 直到指甲嵌入掌心 我才回旋一丝理智 继继续看下去 原来苏沁并没有爱慕虚荣 我现在领养的儿子 正是苏沁的孩子 心脏骤然一紧 似被人反复捏紧又松开 我努力滑动着鼠标 眼前自己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他跟陈川来自同一个山村 父母去世得早 陈川疯狂地爱慕他 但他却对陈川不冷不热 却忽然在某一天凌晨 主动找陈川 求他带他走 陈川二话不说 带着他来大城市打拼 苏沁去了现在那家幼儿园工作 陈川却因为学历 只能做一些苦力活且收入甚微 很快 苏沁就怀了孕 孩子的到来 让原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在苏沁的再三请求下 陈川才同意把孩子生下 后来两人实在养不起 就送把孩子送到福利院 希望有好人家领养 没多久 陈川就意外救下了我的父母 怎么跟苏沁分手 我不得而知 他就跟我顺理成章 跟我结了婚 我这才想起孩子领养时 他像是有目的一般 直接就抱着心心说 领养这个吧 我觉得我跟他很有演缘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孩子 孩子虽然瘦晶晶的 但看上去也很可爱 眉眼还神似沉川 我也觉得有缘就答应了 手机弹出信息 拉回了我的思绪 老婆 路过一家咖啡店 要不要给你带 找的私人侦探 也在同时发来 俩人在咖啡馆的照片 哪个咖啡馆 我下班了过来找你 那边几乎是秒回 别来了老婆 我这马上买完回家了 下次带你来喝 我浅笑出声 骗你的 我也快到家了 我看见他常常舒了口气 我只觉好笑 我的笑意 在挂掉电话的那一刻消失 以前我怎么就没发现 他这么会演戏呢 不过我的注意力 却忽然转移到 三年前我爸妈的意外上 于是我又开始着手调查 调查很顺利 结果出人意料得快 却也让人意想不到的反转 沉川回来 带着咖啡 心情看上去很不错 进门时 还咿咿呀呀哼着歌 不过我要是他 我也会开心 现任老婆有钱 对他又信任 孩子有人养 还能私底下和白月光约会 这得是多少男人 梦寐以求的生活 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一旦我找到我爸妈出意外 都是他设计的的证据 我会毫不犹豫 将他送进去吃国家饭 他贴心地过来 把咖啡递给我 温生在我耳边说 今天他下厨给我做好吃的 就在他把所有饭菜弄好端上来的时候 侦探又给我发来一份 关于我爸妈意外的调查结果 看着沉川人畜无害的脸 我有些颤抖着 不敢打开 换种说法就是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他乘好饭 发现我还开着电脑 便过来帮我和尚放到一旁 吃饭就别工作了老婆 等会儿我还有事跟你说呢 他说 看我最近工作强度太大 给我订了去三亚的票 想带我出去玩 我想都没想 就一口回绝了 他脸色一沉 眼里闪过一丝 我从未见过的凶狠 随后又重新挂着笑意 站起来替我捏肩 别这么快拒绝骂老婆 考虑考虑 他低头在我耳边撒娇 不知道为什么 一向充满爱意的动作 此刻我顿觉后背一阵发凉 只好先跟他说 等我提前安排好工作就去 他听后满意地坐下 开始大快躲移 晚上我洗漱完出来 才想起调查结果没看 趁他洗漱的空隙 我才鼓起勇气把结果打开 可结果却显示我爸妈的意外 跟他无关 他也的确只是碰巧路过 我的思绪变得混沌起来 难道陈川接近我 只是为了给他儿子一个好的未来吗 下一秒 我仅存的一丝理智又提醒我 如果真是这样 他完全可以问我爸妈 要一大笔感谢费 也足够他和苏庆 以及孩子度过幸福的下半生 但DNA显示孩子并不是他的 也许陈川也根本不知道孩子不是他的 也许陈川想要的 也不仅仅是这点感谢费 于是我决定积一积陈川 我借口工作太忙不回家 其实我偷偷在闺蜜家住下了 这段时间公司也有很多事 都需要我亲力亲为 我开始有意回避和他见面 消息也是爱回不回 他电话打到助理那里 每次助理都跟他说我在开会 很快 陈川就按捺不住了 因为距离去三亚旅游的时间 就只有两天了 而我这段时间也一直以工作太忙 一直在推脱 忙于工作的同时 我的侦探一刻也没闲着 他说陈川天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频繁找苏庆商量对策 虽然证实了爸妈的事情与他无关 但凭他让我给他养孩子 私底下和苏沁约会我就已经可以让他封闭 没有滚出家门 但我没有这样做 我再等 我想看看他接下来的大招 我要让他自乱阵脚 而我也会做好万全的准备 等待那天的到来 大概一个星期后 我若无其事地回到家中 他隐隐就要发火 走到我面前的那一刻 又极力克制 随后又压低声音 假模假样关切我 你这几天都在忙工作的是吗 辛苦了老婆 看似关心的话 在此刻我只听得出来打探 我皮笑肉不笑地回答 中途出差去了 已经忙好了 可以和你去三亚了 他脸色缓和 惊喜地拉起我的手 那我们后天准时出发 可还没到后天呢 第二天晚上 他就沉不住气了 接手爸妈的公司后 为了维持现有的人脉关系 我也需要喝酒应酬 应酬完后 我还是惯性地给陈川打电话 让他来接我 我喝得昏沉沉的 刚上副驾就直接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 是被一阵巨大的撞击声吵醒的 安全带在我面前 松松垮垮地系着 显然是特意调过长度的 跟没记没什么区别 我努力撑开眼皮 身边空无一人 额头上不断有血流出来 车子撞在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上 天空兮兮兮兮兮下着小雨 艰难的抬手 想把安全带解开 车尾传来不太熟悉的声音 陈哥 是做完了 钱什么时候给我 我拿上钱 就出去躲一阵再回来 不知道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我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下意识闭上眼睛 平住呼吸 来人伸手探了探我的鼻息 声音略带颤抖回答 真 死了 陈哥 真的死了 我有点害怕 我现在去哪里找你拿钱呢 我马上就走 可能紧张的原因 手机音量一下子被暗得红亮起来 听筒里传来的声音很熟悉 废物 拍张照片给我 胆子真他妈小 来海都院拿钱赶紧滚 越远越好 听到手机咔嚓的一下 随后一阵汽车轰鸣的声音 渐行渐远 我不禁冷笑 这就是你的计划吗 陈川 我抬头望去 才发现行车记录仪也被拿走了 我脸一沉 这货竟然带了脑子 下一秒 我的手机想救起来 是陈川 居然怕我炸死 打电话试探 我没接 而是忙着伪造战场 他一连打了几十个电话 又发了信息 我好奇地点开 看他会怎么演戏 他扮演着好丈夫的角色 听筒传来急切的声音 问我怎么还不回家 他担心死我了 再不回家 他就要报警了 呵呵 报警 你真的敢吗 陈川 事实再一次向我证明 我真的看不懂陈川 他真的报了警 现场伪造好后 我一把火烧了 警察来的时候 没看到尸体 现场烧得几乎只剩下灰烬 他们只捡到了 我的一些证件和视频 侦探假装目击者证人 一同去警局做笔录 他说 陈川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说没了我他怎么活之类的 几次在警局晕了过去 后来匆匆做完笔录后 他就被送去了医院 几分钟后 陈川从警局出来 完全没有侦探说的那种悲伤的情绪 反而跟没事人一样 直接驱车去了另外一个小区 我想他应该是迫不及待 把这个消息告诉苏沁吧 他来到用我的钱 给苏沁买的公寓 孩子不知什么时候 也接过来了 苏沁笑着出来 迎面抱着陈川 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苦尽甘来 后来就没太听清 两人转身就进了屋 几天后 保险公司打电话 通知我闺蜜惠惠 去领意外险的赔付 还好我及时出现 澄清了这场乌龙 并把所有事情都讲给他听 在保险职员的口中 我们也得知买保险 买保险是陈川自己要买的 他和陈川也只是第一次见 称不上什么朋友 惠惠气地拍桌而起 这他妈确定不是小说剧情吗 怎么现实让你碰见了 给老婆买人身意外险 为了得到赔付 而故意制造意外 枕他妈活久见 早点让她蹲橘子吧 别出来祸害人 我轻拍他的后背 放心吧 我这次让你看看 什么叫自作孽不可活 由于迟迟没有接到保险公司理赔的通知 陈川气地上门质问 保险员不紧不慢拿出保单 上面明黄黄写着 受益人高惠惠 男人傻眼了 来回揉搓眼睛看着 片刻后仿佛意识到自己被骗 竟直接将保单撕碎散落一地 最后被保安暴力地扔了出去 男人爬起来 匆匆赶回家中 苏静看他狼狈的模样 急忙上来关切地问 发生什么事了 他嘴里喃喃道 快跑 不跑来不及了 苏静一脸猛逼地跟在他身后 问他发什么疯 他却自顾自地收拾东西 去拿家里的现金和护照 苏静被他莫名其妙的行为吓到了 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男人才镇定下来 一字一顿解释 我们被软轻轻完了 苏静显然不信 试探性地问 那你知道软轻轻在哪吗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就是他在搞鬼 陈川情绪不明 我看见他一把抢过陈川手机 开始拨打电话 几分钟后 他做了个深呼吸的动作 上前双手捧着陈川的脸 别担心了 跟那人确定过了 软轻轻的确死了 保单的事肯定是你忘记了 见男人依旧没有动作 他把他的脸抬起看着眼前偌大的房子 你看看 就算没有赔付 我们还有这个家 还有他的公司啊 我们想要的不就是这吗 保单的事也只是临时起义而已 警察那边也结案了 今后我们就带着儿子安心生活吧 呵呵 我不禁冷笑出声 当真还能安心生活吗 陈川无助地摇头 我总觉得软轻轻没有死 还在某个角落看着我们 苏沁想要开口说什么 我直接先发致人 我的声音从客厅的监控里响起 没错 还是你懂我呀 老公 我就在这里看着你呢 几乎是同时 两人猛地抬头 看向水晶大吊灯里藏着的 那个小小的监控 像见鬼一样 瞬间正愣在原地 片刻后 陈川反应过来 抄起一旁的扫帚 用力甩向吊灯 监控掉落下来 砸到茶几上 声音清脆 男人封了室的上前 志得一满地冲门口喊 贱人 装神弄鬼吓唬谁呢 我看你还有什么证据 三年的感情 在他骂我这句贱人后 彻底消失得一干二净 门外响起警笛声 我也从他看不见的地方 站了出来 一旁还跟着我的私家侦探 苏沁第一时间是去抱孩子 但他没想到孩子早被我送走了 找不到孩子的他 像得了失心风一般跪倒在地 不停地求我把孩子还给他 陈川拿着监控高高举起 砰的一下甩在地上 砸个稀烂 你还有什么证据你 尽管拿出来 我不步为营走到今天 又怎么可能轻易被你打败 你未免也太天真了 天真 到底是谁天真 我打开手机给他看辈分 陈川傻眼了 嘴角的笑意顿住 用力挣脱着眼前警察的束缚 凭一个监控就能定我的罪吗 还有没有王法 我用看智障的眼神看他 当然不止这一个证据了 去警局让警察叔叔慢慢跟你说吧 眼看着陈川要被带走 苏静爬上前来 扯着我裤腿哭着求我 看着他那张表里不一的脸 我冷声开口 哦 差点忘记了 他也是同伙 两人都被带走了 回答和我自己搜集到的证据 大差不差 不过我仍然有一事不明 我爸妈那个调查结果 你是不是改动过 陈川一改往常温柔的面孔 一脸得意看我 你没想到吧 你这么谨慎 还是会有疏漏 你真以为你很聪明 那天吃饭时 我就发现你心不在焉 我帮你和电脑的时候 被我瞥见了你收到的文档标题 所以趁你洗澡时 我就把调查结果改了 为的是让你思绪混乱 对我放下一点戒备 为我实施计划争取时间 说着他的眼神变得凶狠起来 死死地盯着我 没想到你一口回绝了去三亚的旅游 原本我就打算 让你消失在三亚的海里 你的拒绝让我不得不怀疑你是否知道我了我的计划 虽然后来你答应了我 但我实在等不及了 我想早点拿到赔付的钱 说完他的眼神又变得疑惑起来 不过你怎么 明明我的人确定你已经死了 警察放出那天的视频 陈川彻底呆愣在原地 眼神涣散 疯狂地拍打着桌子 嘴里重复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明明万无一失的 其实我早有察觉 陈川要提前动作 所以那天让他接我之前 我就给侦探打了电话 一路跟踪我 还拍下了陈川的整个作案过程 虽然他都没参与 但这个世界没有钱做不到的事情 只是给多一辈的钱 他找的人就全部悉数告知 我在他的眼里看到了憎恨 愤怒 或许还有后悔 我没再理会 而是大步迈出警局 身后不停传来 让我还他儿子的怒吼声 提起这个 我忽觉自己太过迟钝 自从把孩子接回来 陈川就一直亲力亲为 所有事情都不让我操心 仿佛那就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 但我从未有过怀疑 百分百地信任陈川 那一刻我不禁在想 我跟陈川要是有自己的孩子该多好 可现在庆幸自己还好没有 不然我肯定会因为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儿心软 我之前以为苏沁为了孩子被动参与 没想到陈川做的所有事 他都知情 一个被窝里还真睡不出两种人 不过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公和别人同床共枕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也直接震碎了我的三观 但我仍然觉得不对 既然孩子不是陈川的 那他为什么还那么尽心尽力 也许他真的就是个大怨种 也说不定 于是我又查了一下 苏沁和陈川来成立之前的事 结果出来的第一瞬间 我就去找了陈川 他正正地望着DNA比对的结果 拳头越钻越紧 最后忍不住怒骂出声 臭婊子 居然敢耍我 别让我看到你 不然就跟你同归于尽 原来他心里一直爱慕的白月光 竟然是隔壁村地主家儿子的媳妇 不过他是被强迫的 当天被欺负后 他才主动要求陈川带他离开 看到这我不禁对苏沁起了怜悯之心 不过这并不能成为他想要害我 并且同陈川霸占我家产的理由 也许这就印证的那句话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吧 开庭那天 陈川恶狠狠地把调查结果 和DNA比对的结果 扔在苏沁面前 苏沁一脸猛低打开 面露震惊与亚然 由于两人离得很近 陈川直接一把抓住苏沁头发 大骂他是婊子 苏沁奋力正开 头发被陈川拽下了好几缕 陈川的脸也被他刮得浸出了血 他冷冷看着他笑 愚蠢的背锅侠 活该 我站在一旁看着曾经一同伤害我的两人 如今八步地将对方撕碎 心底笑出了声 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即使是枕边人 也不可完全相信 看似同一战线 实则心怀鬼胎 能信的就只有自己 很快审判结果就下来了 陈川杀人未遂 苏沁作为帮凶同罪 还有他们雇来开车的人 都被判了罪 陈川作为主谋 判了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而苏沁和开车的各少五年 原来当初陈川无意中看到 爸妈去银行存钱 便偷偷调查我们家背景 发现爸妈退休了 但女儿还经营着上市公司 于是开始设计车祸救人 没想到爸妈善良 丝毫没有怀疑 还把我介绍给她 这样的方法 她屡试不爽 同样用在我身上 假意找人绑架撕票 那一刀 原本她打算替我挡 让我们家人觉得 欠她的人情还不清 便把财产全都给她 但她却没想到 是我替她挡下了那一刀 用买通医生 骗我不能生育 利用我喜欢孩子的特性 顺利领养了苏沁的孩子 可惜她千算万算 都没算到 她养的竟然是别人的孩子 她一定肠子都毁清了吧 之后我去看陈川 她红着眼眶跟我忏悔 对不起清清 若不是我被猪油蒙了心 我也不会走上这条绝路 你是被猪油蒙了心 还是你贪婪的本性 你自己心里清楚 原本你可以问我爸妈 一笔丰厚的感谢费 安稳地带着你的白月光和儿子 哦不 杨子幸福地过一生 谁让你偏要把自己 做上绝路 听到杨子两个字 男人脸上的肌肉 不受控地抖动着 我也甚至都没想过和你离婚 我还在想着给你机会 只可惜 你没那个命 说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 听说苏庆不服判决 在里面频繁撞墙 最后晕死过去 不过人没事 但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想这对他来说 也算是最好的结果吧 陈川接受不了 自己替人养子的事实 拒绝送去的一切饭时 最后活活把自己饿死 去收尸的时候 已经受成提包股了 从那之后 我开始最心于自己的事业 直到退休 故事二 决定离婚的那天 我刚买完周周最喜欢的小龙虾 准备回家做饭 最后一个拐弯处 我连人带车被甩了出去 左腿被电瓶车压住 有些发麻 我一时竟没能起身 手机屏幕亮了亮 李怀给我发了两条语音 不知为何又很快地撤回 手机亮了又亮 最后一格电号丸 吸了瓶 我躺在地上 看着青黑色的小龙虾 争先恐后地爬出塑料袋 小龙虾很新鲜 是我一大早打电话 让老板特地留给我的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四散开来 你没事吧 下次开车小心点 好心的大妈扶了我一把 又不放心地叮嘱了一番 明明是走过千万次的路途 今日不知怎么 竟一时不察 我随意胆去膝盖上的灰土 蹲在地上 将满地的小龙虾 一只一只地捡回塑料袋 正好是下班的高峰期 身边人来人往 不时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 我只是沉默着 一只一只地捡着乱窜的虾 回到家时 太阳已经落了山 别墅里一片漆黑 李怀和周周还没回来 我索性先去厨房做饭 周周最喜欢吃我烧的蒜泥小龙虾 每次烧时都能多吃一碗饭 小龙虾拿牙刷细细地刷干净 然后起锅烧油 油热时倒入小龙虾 待到翻炒变色后捞出 放入蒜泥 加上各种调料爆香 再将捞出的小龙虾 重新放入锅中 倒上一罐浓度低的啤酒 就差不多了 我喜欢做饭 喜欢看着食材 在锅中咕咚咚咚冒气的烟火器 所以高中毕业后 我选择当了一名厨师 从学徒开始做起 一路摸爬滚打成了主厨 虽然这看起来 确实是个没有什么出息的爱好 每日烟熏火燎 满面油光的 自然是比不上孟晚 站在聚光灯下 翩翩起舞来的体面 也难怪比起我来 周周更愿意 让孟晚当她的妈妈 我出了会儿神 回过神来时 汤汁已经收干了 于是慌忙关火 再撒上一把脆生生的葱花 然后出锅 一直等到我做完饭 李怀和周周还没有回来 我刚想打电话去问时 冲上电的手机重新开了机 跳出两条李怀的语音信息 手机里传来李怀略带歉意的声音 风年 今天梦晚给瑶瑶办生日宴 我给你发了消息 问你过不过来 谁知道 周周把我信息给不小心撤回了 抱歉 今晚要晚些回去了 我沉默地听完消息 有些自嘲地笑了笑 哪里是不小心撤回 只是周周不想让我出现在宴会上罢了 还记得上一次我穿裙子参加宴会时 周周就撇着嘴说 妈妈 我觉得你穿这个裙子不好看 我问她为什么不好看 她却不说 后来我才知道 她只是嫌弃我因为长期颠韶 而显得格外粗壮的胳膊 朋友圈里 孟晚发了新动态 配文 岁岁年年 大合照中 孟晚抱着周周 李怀抱着孟晚的女儿孟瑶 站在生日蛋糕前 气氛温馨 谁看不感慨一句 好一个幸福的一家四口 周周喜欢孟瑶 每次孟瑶回家时 总是痴痴地跟在后面 哭着闹着要和她一起回家 她喜欢孟瑶 也喜欢孟瑶温柔美丽的妈妈 如今也算是如愿 笑得露出两抬大白牙 晃得人眼生疼 照片上的孟晚 比起五年前显得更有韵味 眼角眉梢都好看 孟晚的前夫不是个东西 她干脆利落地与她离了婚 带着孩子回了国 我想到第一次见孟晚 那年她二十出头 白白净净地 抱着李怀哭得梨花带雨 李怀用最恶毒的话说她 最后孟晚哭着出国 这些年来再无联系 我知道李怀只是不想要连累她罢了 孟晚离开后 很多天的晚上 我都看见她一个人拿着孟晚送给她的挂坠 反复妈撒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如今兜兜转转 郎有情切有意 若不是我 本该谱一曲破镜重圆的温馨戏马 餐桌上的小龙虾还在冒着热气 他们笑得开心 我一个人坐在位置上 也吃得开心 不一会儿 桌上就堆起了小山式的虾壳 只是今日的小龙虾太苦 苦得我眼泪都掉了下来 也就是在这一刻 我决定要离婚了 柜子的最深处 李怀偷偷藏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那年 我们刚结婚半年 李怀的妈妈笑着离世时 她便动了离婚的念头 协议书中 她将名下所有的财产 都归到了我的名下 也算是仁至义尽 但是后来 我意外怀了周周 于是李怀便没有将这份离婚协议拿出来 李怀不知道的是 哪有那么多的意外 一切都只是我的别有用心的算计而已 我本是带着墓地生下了周周 又怎么能够怪她不喜欢我 这世间一切事情都自有因果 不过只是因我强求而就由自取 其实我和李怀本就该是两条线 短暂地相交以后永远地分离 没有人会记得我那少女时期可怜的暗恋 或许以后我会作为街坊邻居出席她的婚礼 笑着道一声百年好和 这将是我们最后的交集 只是我不成想再见到李怀时 她已经成了盲人 在她最意气风发的时候 李怀坐在最暗处 茫茫然不知在何处 我见过很多样子的李怀 意气风发的 朝气蓬勃的 桀骜不驯的 但不曾见过这样的李怀 我想她不该是这样的 这像是某种执念 后来她奇迹般地复明 我却不甘心就此离开 而正是我的不甘心与愚蠢 让我们纠缠了这许多年 如今也该是了解的时候 我拿着笔在协议书上 郑重地签上我的名字 又在便条上 细细地写下了 周周每种药的吃法 周周是早产 身体比起寻常孩子总是弱几分 三天两头的生病 要几乎没有断过 虽然她不喜欢我 但我总是盼着她好的 离开家的时候 我四处扫尸了一周 东西很多 小时候家里太穷 于是总舍不得丢东西 总觉得以后或许会有用场 留着留着便堆了那么多东西 东西太多 一时之间 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离起 于是我索性什么都没有带 只是简单地理了几件衣服 就离开了家 出门的时候下起了雨 里城的冬天总是这样 没日没夜的 熙熙粒粒地下着雨 土惹人心烦 我打了车 司机问我去哪里 我想了想达到 去高铁站吧 司机是个热心肠的大姐 望着我一直叹气 终于在叹第三口气时 还是忍不住问道 大妹子跟老公吵架了 我答没吵架准备离婚了 她又问道没带孩子 留给她了 大姐叹了一口气 往后丢了一颗糖给我 大妹子没啥过不去的 难过了就吃颗糖 总会熬过去的 于是我握着那颗糖 独自走进了高铁站 是处在全国的中心 铁路通往东南西北 天地之大 我都可以去 可是我却不知道该去哪里 当年我从乡下 孤身一人逃到为市时 我妈早就和我断绝了关系 也就这些年 她知道我过得不错 指望着我帮扶家里 才时不时给我打个电话 寄些家乡的特产 我已经可以想象 若是她知道 我竟然抱着那么好的金龟婿不要 估计会撕了我 后来和李怀结婚 有了周周 我以为这是我的家 原来也不是 大白兔奶糖 在舌尖慢慢化开 甜得发苦 最后我乘上了一列向北的列车 我是个南方人 没见过雪 如今刚好趁着这个机会去看看 列车开了整整两天两夜 下车的时候 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北方的冬天有多冷 我愣住的功夫 身后的人群涌了出来 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 手机被人摸走了 于是我彻底迷失在一厢的街道上 手上握着仅存的一百块钱 思考了半天 我拿着这一百块钱打了个车 司机问我去哪里 我想了想说到 去个需要帮工的地方 司机上下瞅了我半天 应得干脆 好嘞 车子在一厢的街道上穿行 越开越偏 在我怀疑他要将我卖掉时 车子终于停了 面前是一座略险衰败的建筑 院落里有几个小孩在嬉闹着 大门上红色的字迹已经剥落 我努力扔了半天 才辨认清楚 阳光福利院 司机搭着嗓门 领着我一路喊道 我给你送人来了 这话说得我心里又一阵害怕 在思考要不要跑的时候 面前出现了一个 眉眼清朗的年轻男人 他笑得有点无奈 吴哥 我们这里是正经的福利院 吴哥挠了脑脑袋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妹子 你别害怕 我先去跑车了 年轻男人冲我伸出了手 自我介绍道 我叫周旺 是这座福利院的院长 掌心相碰 手掌传来男人的热量 我才后知后觉地感觉到寒冷 周旺忽然转身离开 回来时 手上拿了件军大衣 你是南方来的吧 这里冬天很冷 得多穿点 我窝在军大衣里 周旺对我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面试 说是面试 不如说是闲聊 周旺问我 觉得自己有什么优点 我想了好半天 我这人既不聪明 也不够漂亮 憋了半天 我嫩嫩地说道 周旺愣了一愣 哑然失笑 我的脸刷得一下红了 他急忙解释道 我没有嘲笑的意思 我只是第一次听见女生这样说自己的 但是我确实挺能吃苦的 就是因为很能吃苦 我才能一路爬上总厨 刚开始做学徒 就是没日没夜的洗碗 同一期的好多人都没坚持下来 因为女生的力气不够大 我就买了一个很重的铁锅 自己在家里练习 我很笨 凡是别人只要做一遍就可以学会的 我要做十遍 但是也因为笨 我才能百遍千遍地琢磨一道菜 喜欢一个人 同时也是因为能吃苦 李怀的妈妈才会选中我 李怀妈妈临死前 握着我的手 向我道歉 我知道李怀并非良配 但是只有将她交托在你手里 我才能放心 对不起 原谅阿姨的自私 所以她以死向逼 逼李怀娶了我 只是她没有想到 李怀的眼睛会好起来 这场婚姻反倒成了她最大的枷锁 从回忆中醒来时 抬头望见周望 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我 福利院工资不高 工作又辛苦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 给你加工资的 没关系 只要有个地方可以住就可以了 于是我成了福利院的一员 福利院加上我总共只有四个人 这里的孩子大多都是被丢弃的 或多或少都有些缺陷 周望也是从这所福利院出去的 听说高考那年还是县里的状元 谁也没想到 她毕业后又回到了这里 上一任院长死后 她就接管了这里 这个地方太偏 所以政府的补助有限 周望偶尔还要出门 做些伙计补贴一下 这才想到要招人 但工资不高 所以才一直没找到人 我来了后 原本鸡飞蛋打的日子 才慢慢好起来 很奇怪 在我过去将近三十年的岁月中 我竟然在北方的一乡 体会到一种类似龟属感的东西 我用我一身的厨艺 彻底征服这里从上到下的所有人 所有人都很喜欢我 你看 其实我也是挺招人喜欢的 只是为什么就五不热那颗心呢 后来他们都喊我将妈妈 刚开始我还试图纠正过 毕竟他们喊周望周爸爸 总觉得莫名的有些尴尬 纠正了许多次 也纠正不过来 也就随着他们去喊了 天气一天天地冷下去了 院里的孩子需要冬衣 去年坏了的暖气 也要重新安装 周望连着几天早早地出门 直到很晚才一脸疲惫地回来 只是无论再怎么辛苦 周望总会带点东西回来 孩子天刚黑就等在了门口 直到周望笑着从外面走进来 猛地将衣服打开 今天我们吃炸鸡柳 因为捂在衣服里原因 鸡柳还冒着热气 香气渐渐地弥漫在屋子里 孩子挖得叫成一片 你一口我一口 吃得别提有多开心 趁孩子在吃东西时 周望忽然将我拽出了房间 然后偷偷从怀里 拿出了一串冰糖葫芦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本来想买冰糖葫芦的 结果发现钱没带够 那就只能给将妈妈 一个人开小灶了 我接过这串糖葫芦 不知怎么眼底有些泛酸 原来被人挂念 是这种感觉呀 周望的眼睛 因着北方的星子 显得格外亮 他轻声地说道 将妈妈这些天辛苦了 等到这个冬天过去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笑着摇头 低头咬下一颗草莓 好甜 想着给福利院打出点名气 或许就会有人愿意捐助 于是我开了个直播 直播的内容是我平日做饭的时候 以及和孩子们的一些互动 意外的 有个大V给我点了个赞 招来了一波流量 直播间一下子涌入了好多人 有很多人给我留言 仙女姐姐就长这样吧 做饭好吃 声音温柔 笑起来的还有两个小酒窝 嗚嗚 这是我的老婆 都别和我抢 从小我妈就骂我赔钱货 老师说我是个猪脑子 调皮的男同学 因为我小时候长得又黑又瘦 喊我丑八怪 以至于那种自卑感 一直如骨腹躯般缠绕着我 第一次有那么多人夸我 我一时有些惶恐 陆陆续续地 有人开始往福利院寄东西 几个南方的志愿者 也带着物资往这边赶 几天后 一辆大货车到了福利院门口 我听到动静慌忙去饮食 却没成想会是李怀带着周周 从车上下来 今天下了冬天的第一场雪 隔着风雪望去 一时竟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李怀没有向前 只是静静地看向我 哑声唤道 封年 我找了你好久 我想了想 怕是急着来找我来领离婚证的 于是解释道 你别怕 这次我是真的准备离婚的 只是福利院这段时间事情太多 过一阵招到人了 我就回去同你领离婚证 因为我还真干过离家出走的事情 那是在孟晚刚回国不久 他的前夫也追了回来 孟晚无处可去 只能暂时搬到我家 我不同意 于是大吵了一架 结果只是在离家二十米的肯德基里睡了一晚 第二天 又一个人回了家 因为我想了一晚上 自己哄好了自己 李怀只是没有那么喜欢我而已 可是他还算得上 是一个好的丈夫与父亲 他道德水准高 总不至于出轨 所以爱情也没那么重要 不是吗 我这人 其实真的挺没出息的 生平干过最勇敢的事情 总共两件 一是在我妈将我卖了的时候 独自一人逃到了离城 二是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当时还看不见的李怀 李怀的嘴唇动了一下 却什么也没有说 眉目间有些落寞的感觉 是周周正开了李怀的怀抱 哭着扑进我的怀抱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怕他呛着 于是蹲下来替他拍着背 他却又趁我不背 将我狠狠地推倒在地 坏妈妈 坏妈妈 为什么不要周周了 他的手很冷 嘴唇也干得起了皮 看起来一路颠簸 受尽了苦楚 若是按照以往 只怕我已经不知道心疼成什么样子了 可是现在我竟然什么感觉都没有 发呆间 忽然有人跑了过来 将周周狠狠地推倒在地 是福利院里的聋哑孩子 阿乔 他性子也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的心思 他才慢慢地接纳了我 小姑娘气势汹汹地挡在我的面前 因为不会说话 只能发出些愤怒的阴结 拼命地笔划道 不准你欺负江妈妈 周周一贯不是个隐忍的性格 挥舞着就上前和阿乔打了起来 我慌忙去拉 一时却拉不开 况且因为是冬天 两人都穿得很厚 想来也出不了多大的事 阿乔来福利院前 经常和孩子打架 周周并不是他的对手 没一会儿 周周就躺在了地上 我叹了一口气 准备去扶他 却忽然听到 背后有人沙哑地唤我 妈妈 是阿乔 他会说话了 我惊喜地回头望他 将他紧紧地搂在我的怀里 笔划道 阿乔 可以再叫一声吗 阿乔脸仗得通红 有些艰难地再次叫道 妈妈 我太高兴了 抱着阿乔转了好几个圈圈 以至于我完全忘记了 周周还倒在地上 只是急着将这个好消息 分享给大家 周旺 我们家阿乔会说话了 周旺一听可高兴了 一把将阿乔 从我怀中接过来 怪阿乔 再叫声爸爸听听 高兴的一时 竟忘记了阿乔听不见 于是我帮他笔划道 阿乔嘴唇又动了动 缓缓地叫道 爸爸 又看了看我 叫道 妈妈 我实在是太开心了 一时之间没注意 竟抱住了周旺 他眼间 却望见李怀抱着周周 目光沉沉地望向我 想到毕竟还没有完全领完离婚证 总是要避些闲 于是有些尴尬地拉开了与周旺的距离 只是不知怎么 一时竟没有挣脱开来 于是说道 周旺 松下手 周旺却忽然俯下了身 距离慢慢拉近 他忽然笑了 然后轻轻拂去了我头上的绒毛 我家江妈妈 成了个小花猫了 李怀的目光 似乎又忧伸了几分 周周撇着小嘴望我 嘴里喃喃道 这明明是我的妈妈 本以为可能过个三五天 李怀就会带着周周回去 却没想到他竟然开始买锅碗瓢盆 大有常驻地打算 我实在没忍住 问道 你还不回去吗 李怀笑意温和地望着我 我将这些年的年假 都一次性休了 可以在这儿多过一段时间 言语间 似乎我同他只是出来度了个假式的 我一时之间有些烦躁 李怀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李怀笑意不变 依旧温柔地望向我 你若是喜欢这座城市 到时候我就调到这边的大学任教 周周也可以转到第一小学 他自管自地说着 完全不管我沉下去的脸色 我又不能真的将他赶回去 正好福利院还缺个帮工 他愿意来我也不管他 福利院这些天 招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原来为冬天储存的蔬菜 都消耗完了 我和周旺商量着 明天去市集再多采购一批 只是没成想 李怀也跟了上来 他态度诚恳 理由充分 这里冬天太冷 我要去市集买些衣服 无奈只能带着他一起去 北方的三轮车一路颠簸 风呼呼地往脸上灌 李怀坐在我的前面 想替我挡住风口 只是风太大 他所做的有限 自己反倒动得脸通红 周旺嘴角忽然扬了扬 笑得像只得逞的小狐狸 从包里掏出一条红色的围巾 然后低头仔仔细细地 绕了好几圈 将我的脸围了个严严实实 我有些艰难地往下扒拉一点 周旺笑得眼睛弯弯 像月牙将妈妈现在像个小雪球 李怀的身影似乎更沉默了一些 她没有转身 只是近乎执拗地挡在我的面前 快要到市集的时候 我拉着周旺仔仔细细地叮嘱 等会儿看我脸色 我唱白脸 你唱红脸 今天你的人设 就是一个抠搜的丈夫 听见没 周旺笑得有些无奈 举着手保证 好的 江妈妈 一定完成任务 李怀的嘴唇动了动 像是要说些什么 最后却什么都没说 毕竟他讨厌我的市块 也讨厌我为了一块两块 而讨价还价 所以他从来没有陪我去过菜市场 在周旺的配合下 我们成功地以比较低的价格 拿到了几麻袋土豆 几麻袋红薯 半头猪 周旺干脆利落地提了两麻袋的土豆 往背上放 只是李怀不知是否吃错了药 也学着周旺提了两麻袋 只是他平日里坐惯了办公室 虽说也有每日锻炼 但到底比不上周旺实打实干活练出来的 土豆上身的时候 我很明显地感受到他僵硬了一下 周旺望着李怀挑衅似的笑了一下 左手又拎了一袋菜 哼着小调走了 于是一下午两人就跟较劲似的 你追着我我追着你 平日里一个小时搬完的菜 如今半个小时就搬完了 回到家时 十点钟正好是准备中午饭的时候 买来的食材有土豆 中午我准备做个小孩都喜欢吃的炸薯条 周旺很利落地打了水 开始洗土豆 然后拿着很利落地开始削土豆皮 李怀也加入了削土豆皮的队伍 只是他削得很慢 周旺削完好几个了 他一个都没削完 周旺不懈地笑了笑 拍了拍旁边孩子的脸 说道 以后找另一半 还是得找像周爸爸这样靠谱的 李怀默默地加快了手上的速度 结果一个不小心刮到了手 鲜血淋漓 我无奈 那么大年纪了 这么容易被人给击到 转身叫无疑将他拉下去 包扎伤口 听良心说 其实李怀平日里还是做家务的 我做饭的话 他都会包揽洗碗的活 只是厨艺而言 确实是一言难尽 周旺和李怀之间的明争暗斗 一直持续了一整天 于是第二天早上 李怀华丽丽地病了 高烧一度飙到了三十九度 烧得迷迷糊糊 嘴里一直念叨着我的名字 风年 我错了 周周染了病气 神色奄奄地躺在一边 我给他量了体温 三十八点一度的低烧 我有些头疼 周旺是作为志愿者 来到福利院的 于情于理我都该管 腿烧药味下去了以后 我摸了下李怀的额头 稍退下去一些 周旺站在我身后 冷哼了一声 转过头望着我有些委屈 叫妈妈 我头好疼 你摸摸我有没有发烧 我无奈 轻轻地摸了摸他的额头 笑道 你几岁 李怀稍微清醒了一些 他望着我的眼神亮了一下 风年 你还是担心我的 是不是 要是我喂的 周是我煮的 你不要太自信 他将手上的周 往李怀手上一放 李教授以后 身体还是得多锻炼锻炼 毕竟以后 也没人在身边伺候了 虽然我不曾和周旺 聊过很多的过往 但是当时我身无分文 手脚冰冷地出现在 福利院面前 周旺说 那天他看着我 觉得我的眼睛里一片灰烬 看得他心里难过 所以他看不惯李怀 每句话都要扎他一下 李怀眼里的光 煞时间灭了 他低下头安静地喝着粥 我会快些好起来的 以后都不会让你为我担心 结果到了后半夜 李怀又开始重新烧了起来 他这场病来得凶又来得及 后半夜周旺和我将他送到了医院 医生说是肺炎 正焦头烂额间 梦婉出现了 他推开我 着急地向前探李怀的额头 语气指责 你怎么照顾他的 我往后退了一步 淡淡道 那你来 周旺 我们先回去 不要走 风年 你说过的 永远不会离开我的 你说过 月亮就算跌在烂泥里 也永远都是月亮 你说过 会一直一直喜欢我的 他的记忆很混乱 零零散散地说的 都是些过去的事情 梦婉上前握住他的手 试图稳定他的情绪 却被他一把甩出去了 你抛弃过我一次 也会抛弃我第二次的 我一根手指 一根手指地掰开了 李怀的手 李怀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这世界上 本没有永远 和李怀结婚的那天 我也曾经以为会 一直一直喜欢他 就像是那年少年 站在光里 将我从尘埃中拉出 他说 只要你自己看得起自己 就没有人能伤害到你 在我少女时期 最自卑的时候 他对我如是而说 他穿着洗得泛黄的 蓝白校服 不卑不亢地站在台上 接受助学奖金 坦然接受自己的贫穷 平等地对待所有人 后来李怀成了建校以来 第一位全省状元 连带着我们学校 都升了几个档次 十三中出了个状元 李怀成为学校 乃至整个省的传奇 他像是挂在天边的月亮 我没有奢望过 天上的月亮有一天 会为我而来 只是庆幸于 只是可能那天散落在马路上的 瞎爬得太快 也有可能是 那天大娘的语气太凶 又或者只是烧焦的瞎太苦 那天照片上 周周的笑容太灿烂 而李怀的眼神 又太温柔 我只是有些累了 于是选择了一个 对大家都好的结局 李怀的这场病 生了整整半个月 醒来后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听说他将梦婉赶了回去 替自己请了护工 周周如今住在福利院里 他适应不了北方的天气 三天两头的生病 李怀病好后 我同他一同去了海边一趟 也算是做个了断 刚下过雪的海 美得令人心惊 他问我 我们之间还有可能吗 周周你也不要了吗 我看着远处黑压压的层云 笑着摇摇头 我并不是他理想的妈妈 或许离开对你我是件好事 他又问 那你恨我吗 我依旧笑着摇头 况且这场婚姻失败 我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我将自己放得太低 当我们地位不相等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失败的结局了 从小的打压式教育 让我一直没有学会爱自己 我看不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 我觉得自己配不上李怀 而这种下意识的自卑 也让周周感觉到了 所以他也学不会如何尊重我 李怀终于还是走了 他离开的那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雪 出雪那天他来到这里 暴雪时分他离开 也算是有始有终 他抱着孩子 周周在他的怀里 声嘶力竭地喊着妈妈 李怀站在那里 就这样静静地望着我 许久有些苦涩的笑笑 封年 我走了 照顾好自己 说完又自嘲地笑笑 不过我知道 你总会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自以为是的 只是我而已 我没有回头 只是车子的轰鸣声 逐渐消失在拐角处时 脸上冰凉一片 这是我怀胎九月 生死一线生下的孩子 周周是个高需求的宝宝 小时候 我总是将他抱着我的怀里 一哄就是哄半夜 可是江峰年就是江峰年 永远没有办法 成为他想要的那种妈妈 这或许是我们之间 最好的结局 来年开春的时候 我和李怀正式领了离婚证 我正式定居福利院 三十岁生日 是在福利院里过的 孩子们围着我唱 祝你生日快乐 祝江妈妈生日快乐 周旺捧着蛋糕 向我走来 语气温柔 许个愿望吧 我想了很久 笑着说道 第一个愿望 祝愿阿乔的助听器 能够尽快落实 第二个愿望 希望我们福利院 越来越好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第三个愿望 我在心中默默地说道 希望江峰年 永远是江峰年 吹灭蜡烛时 这一次我许的愿旨 与自己有关 从前我总是在想 是不是我再多 改变一些 或许李怀便会更喜欢我一些 而直到三十岁 我才终于知道 江峰年就是江峰年 不要清风 不要明月 只要实实在在地丰收 我承认我的势快 我的庸俗 而这本来就是我的一部分 宇宙星空需要有人探索 但也需要有人探索 如何将一盘菜 做得更好吃一些 人生的最大奥秘 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 度过这一生 离婚的那天 是个春日的艳阳天 丰年今天穿了很好看的花裙子 他自信了很多 笑起来很有感染力 笑得让工作人员 都反复确认了几遍 确认他们不是来错了地方 刚硬敲下 一切落子无悔 他们笑着道别 以后再无瓜葛 我想起初次见到江丰年的时候 那时我还看不见 只知道他很喜欢笑 刚开始我非常排斥 这个笑起来杠铃式的女孩 每天对她说的最多的话 就是滚 每日她送的菜我一口都不动 有时逼得烦了 索性掀了桌子 女孩也不恼 转头笑着 让我妈停了我所有的吃食 每天依旧准时准点地去送饭 到了第三天 我冷冷地拿起了筷子 她强迫我 必须走出家门 然后将我丢在人群中 我这人性子要强 也不接受别人的帮助 然后一次次摔跤 一次次撞墙 每次回到家时 我已经是满身的伤口 精疲力竭地摊在沙发上 这时江丰年就会笑盈盈地 向前给我上药 她见过我所有最不堪 最脆弱的时候 所以后来我索性也就破罐子破摔 在她面前袒露我的所有 无数次崩溃的时候 她就抱着我 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告诉我 我永远永远不会离开你 所以我知道 她绝不可能真的留在我身边 所以与其到时候 被人可怜巴巴地被人抛弃 不如先分手 后来我被逼着娶了沈丰年 婚礼上许下生死相依的诺言 再后来我奇迹般地看见了 我第一次看见 那个喜欢笑的女孩长什么样子 她的长相 与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完全不一样 老实说 那一刻我是失望的 很快我接着发现 沈丰年与我是完全不同的人 我是个理想主义 而沈丰年是扎扎实实地扎在土里的 于是我想到了离婚 我将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 都作为补偿 想要离婚 这个时候她怀孕了 至此我觉了这个念头 我想着就这样吧 她对我有恩 而我不能负她 后来梦晚回国 偶尔我望着她会有些许出神 毕竟她确实是我曾经喜欢的那一款 有思想 温婉大方 有时我也会想 如果当初没有那场意外 我和她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人真的是个很奇怪的生物 因为姜丰年对我有恩 也因为她看过我所有的丑陋 所以我有点怕她 很多时候 其实我都看到了她的失落 却依旧保持着克制与冷漠 我有恃无恐地以为她 永远不会离开我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忽视她 直到那天回来 家里一片漆黑 我的心忽然空了一大块 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 原来厨房中的那一点烟火 对我而言有多重要 我疯了似的寻了她许久 像个傻子似的赶到福利院 但在见到她的一瞬间 其实我已经知道 我没有可能了 姜丰年不是一个决绝的人 甚至很多时候 她比常人更软弱一些 但是一旦她决定的事情 她便不会后悔 离婚那天 好一个艳阳天 丰年哼着小调 奔向她的新世界 而我知道 我将永远被困在那场 北方的大雪中 永远出不来了 生日快乐 娠惠 hin